我知道小夕你现在跟周喜墨呢 都非常的痛苦 但是你要挺住 那个 挺不住吧也没关系 挺不住被硬挺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树也挺累的 你这么小的 那你为什么非得在路小夕 这棵树上吊着呢 你不累吗 实在 小夕不是女强人吗 一个女强人的背后 总有一个低调的男人 要不能想着她高调 有一个低调的男人 你去不找病 行了 你俩都别争了 说句心里话 你俩挺合适的 你看看 不是小夕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怎么能就这么把我的幸福 都叫不出去了呢 你想一想 爱情是需要回报的 你在我这儿 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回报 可是婀娜呢 她也一样 她心里多难受 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就是 我追你追得那么辛苦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追我 我比你辛苦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也许我这种性格 就不适合拥有一个 普通人的爱情 所以你适合找罗诺这样的女孩 好好地过日子 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 怎么 你就非得是传奇女神 我就得系个围巾 各家围着国台传呢 205 我改变了你吗 我就是现在条件不允许 这样有条件我也小资着呢 整两个动物的标本 弄两瓶粉马林泡 你怎么让我再点两个 蜡烛 酒精炉 可惜啊 初喜沫想跟你见个面啊 她自己怎么不来呢 我这碰巧路过 然后就帮忙带个话 我就平时让你帮忙带话啊 我不说了吗 就是碰巧 我就帮个忙 怎么那么小呢 你怎么不说你吃里扒外呢 我就烧个口心 我怎么就 就吃里扒外呢 没听出来嘛 她说你好心办完事啊 不是 就见个面 这么点小事 你不至于这样吗 小事 好 那我问你 吃饭是小事归 睡觉是小事归 那她怎么还自己亲自做呢 这点小事她都不能自己来吗 我说了我就碰巧碰见她了 她让我过来收个口心 就这么简单 你们凭什么对我这样 干什么话 我告你 你最明显的跟我宣战 我说两国交战不长来时 你们怎么对我这样呢 谁斩你了 是不斩你 不能骂了你吗 不是 你干啥呀 小新你找什么呢 周星墨约了我单独见面 我得给她准备打见面礼啊 她约你 她约你干什么 你不能去 那肯定是一场红门宴 我出了事不是更好吗 这样你就不用左右为难了 我倒是不担心 她能对你做什么 我就是担心 她对你说点什么 她能说什么呀 就是说 我跟她以前的事呗 说就说呗 反正也是事实 我是怕你听了以后受伤 我受的伤还少吗 小新 我对不起你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我有没有怨过你 你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是我从法国买的 限量的 要不然这个也行啊 只要不给你丢人就行了 小新 你以为我确实是为了争你吗 我就是不希望别人瞧不起我 只要你能动开 再施点劲 再施点劲 你干什么 你不让我说点事吗 谁让你直接松开松开 松开 大家注意了啊 乐小新要跟重新墨西担天了 担天了 别吵着你 别吵着别吵着 让你咬一口 我还得打狂犬移民 不让你得狂犬病了 不让你得狂犬病了 不讓你吸气 谢谢大家